第2屆燈光夜市之情懷澳門街新聞發布會4月10日在澳門御人碼頭舉行 介紹即將在18日開幕的燈光夜市 主辦方中小型企業聯合總商會理事長馮建虎表示 本屆燈光夜市主打懷舊 期望講好澳門的旅遊業、講好澳門的文化 我們希望將一些文化、一些澳門的現金 我們特區政府特別是旅遊範疇 他們希望能夠透過旅遊文化去帶動和支持我們的經濟發展 在燈光夜市能夠以一個主題講好澳門的旅遊業、講好澳門的文化 特別是懷舊文化 所以我們在場區的設計、主題、布置 我們都希望將昔日澳門的一些文化和故事重現 本屆燈光夜市全場採用電子支付 消費者還可以享受不同程度的消費立減、消費回憎、送紅包等優惠 我們在手機銀行叫BOCP BOCP即是消費滿30元的話 30元以上的話 就可以最高享受30元的一個回贈 我們在這個大會裡面也應用這個立減優惠 時至燈光夜市將於4月18日至8月11日逢週五、6日在澳門漁人碼頭舉行 結合美食、笑酵、大型遊戲 以及澳門60年代的街道設計 期望再燃澳門的歷史面貌